欢迎来到三爷奶奶的频道 我是大姐头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五个恐怖的非洲都市传说 5.恶魔般的矮人 据信在扎伊尔市中心 雨林最密集最黑暗的地方 居住着一些来自于早期生活在该处令人不安的精神 他们对生者仍然怀有怨恨 他们隐藏在黑暗的空心树中 如果女人不幸撞见他们就会失去一世 只有最大胆的猎人才会进入这些森林 并且存活下去 一些故事告诉我们 他们拥有可怕的外表 没有头发 而且那长长的爪子和锋利的牙齿 足以四开猎物 他的嘴巴非常大 他可以张开到足够吞刺一个人类的宽度 他们会利用铃铛来迷惑并且释放咒语 而受到咒语影响的人将会被吃掉 4.豪汪堡隐藏的闹鬼地下城 豪汪堡是欧洲人子民南非的第一所军事基地 也是此地最古老的欧式建筑之一 该堡垒内拥有教堂 商店 各种工作室和牢房等设施 可以说是当时的民生行政和军事的活动中心 但血腥的命运并未放过他 在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 一部分的城堡被作为监狱 人们确信一些令人不安的精神仍然存在 直到今日 守卫城堡的士兵还是宁愿走在建筑物外面 而不是在凌晨时分穿过闹鬼的拱门 因为血腥的尖叫声跟奇怪的脚步声令人惊吓 据说在该城堡里的钟楼 曾有士兵上吊自杀 他的灵魂无法安息 这里的人们依然不时可以听到那不知名的钟声 而城堡的守卫在烟幕降临后 拒绝在地牢附近巡逻 因为如果他们离得太近 将会感觉自己争陷入恐怖的黑暗中 另一只叫知名的鬼魂 是一只幽灵般的黑色猎犬 一些游客声称黑狗扑向他们 然后消失 三 守卫钻石的象蛇 根据南非的传说 众神创世时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他们创造出拥有蛇体和大象头的狡猾生物 然而很快的他们意识到这些生物太过强大 因此他们决定把怪物分成两个独立的个体 也就是现今我们所熟知的大象和蛇 尽管如此其中一只象蛇 仍然逃到了理查德斯维德的一个深洞里 这是一个位于南非西北角的岩石山区 该洞穴被称为无底洞 据说该洞穴里充满了钻石 而洞穴的另一端连接着大海 一些故事告诉我们 象蛇守护着这些钻石 并且失碎那些仕途夺走钻石的人 2. 和神纳米纳米 在卡里巴大坝建成之前 汤家人住在赞比西河谷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但在英属殖民时期 欧洲人开始计划建设卡里巴水坝的工程 而汤家人相信 和神纳米纳米居住在这里 凡是侵犯这些地区的人 将被拖入水中 永远无法回来 1957年和1958年 星巴威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洪水 它两次冲毁卡里巴人工湖所用的围墙 汤家人认为 这是和神纳米纳米在发怒 因为卡里巴大坝的建设 深深冒犯了纳米纳米 并将它与妻子分开 当时一些被洪水冲走的工人是白人 他们的尸体神秘地消失了 经过警方或大搜索后 仍然无法找到他们 汤家长老被要求协助搜寻 因为他们的部落成员 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条河 长老们解释说 是和神纳米纳米造成的这场灾难 为了安抚他的愤怒 唯一的方法就是献祭 于是人们将一头母牛杀死 并丢入河水中漂浮 果然第二天 是中工人的尸体出现在岸边 一 马达加斯加的食人数 食人数指的是 不同传说中的食肉植物 一个著名的食人数报告 起源于爱德蒙士宾赛 为纽约世界日报所写的文学作品 在文章中 一封来自于卡尔里奇的 德国探险家描述 他于1878年在马达加斯加 看见一棵巨大的开花植物 他将一名原始部落的年轻女人 缠绕捆绑并向本体拖行 食人数是残忍的 他禁锢他们的猎物 并作为养料 当然截至目前为止 人们并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证明 此类植物存在的证据 而该故事也被证实 只是殖民时代一些人 为了吹嘘而编造的一个故事罢了 谢谢您的收看 本集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加分享 订阅频道 我们将持续更新 我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